今天来跟我婆婆烤火了 我公公原来在那边在加油站后面 然后那边的地方比较小 现在搬过来了 这边还挺方便的 就这么大一块地 一年的租金是3000 房子的话就不用租金 只要帮他们把它维修好 给它保护好就可以了 以后如果有征收 因为这个地方是已经纳入了 那个征收的范围 如果征收之后 这些全部归他们 跟我公公没有关系 对于我公公来说也挺实惠的了 我跟周医生本来给他买了床 然后拉到这边来又给退回去了 还把我们两个骂了一顿 我跟他说我自己都是木工 还买什么床 你看这些床架都是他做的 但他就觉得睡着个舒服 随便他老人家给他开心 就随便 就随便 这里条件虽然差一点 但是我公公在这边也挺开心的 我们就随便他吧 反正今年我都在家 就经常过来看他一下就可以了 而且大哥也在这边 我们也放心 他为什么用一个圆路在这边 整着这房子会跑吗 电视机的也好几个 我公公最喜欢看黄梅戏 我已经干净了 我公公我买了个新的自剑套 然后我婆婆说 这里还没弄好零食 睡一下了 就用那个旧的床单就可以了 你看他坐的床单在这边 这么明星地留下来的呀 这两个人就商量干啥的 你懂干啥吗 你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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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又不了关 这样子 那其实这里离我们家也很近了 离县城也很近 但是我公公不愿意回家 他就喜欢 待在这里觉得睡在这里比较放心比较安心 实在是他的工具太多了 这边又是靠路边 现在监控也还没有给他装 所以他就暂时先住这边吧 而且你不觉得他们老人家喜欢亲近吗 觉得一个人住得很自在哦 是不是 好像跟我们做媳妇的在一起有点拘束 或者是跟我婆婆在一起 会嫌我婆婆比较啰嗦 我公公现在刚搬过来 然后这些床什么的都没弄好 然后这个被子就等他先把这个床铺好了 再重新给他铺上 到时候我再去给他买一床毛毯 暖和一些 这个有句话叫什么来着 叫叫叫什么来着 就是说形容条件艰苦 但是做的事情是自己喜欢的 所以很开心的那种 等一下只忘了 回去多读点书 我想帮我公公台台 嫌我挡住他了 我去买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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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我去买汤 我买汤 去买汤 我们去买汤 我去买汤 這塊剪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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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没有 你能当 烧了这个 到半楼啊 单楼 你呀 被我动了 哦 这么好 那 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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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没见不见了 去呀 再往了 当的 去呀 再往了 那 当的 你家楼能不能给你点单 包括顺当吗 哦 行不行吗 你能不能顺当了 今日你打了一片 你打了一片 真正面 那我打了一片 那你ET 你打了一片 你打了一片 我打了一片 我打了 steht 我打了兩片 我打了一片 我打了一片 我打了多少錢 我打了三片 我婆婆说 以后她就不回 上面那个老家去 呃 征那个瓷疤了 以后她就在这边做瓷疤 拿去街上卖 这两个老人家 真的是我们家的两个宝 非常勤劳的两个老人家 他们两个真的是 一天书都没有读过 就靠自己的双手 培养出了三个大学生 真的特别配合 特别兴奋 我婆婆说 娇姐看到她的从来不难 这么好 还记不得了 不要吓到她 她都说 这么老了还在住室 就看她留了那个那个山羊骨嘛 就觉得她应该 八九十了这样的 我公子今年七十多了 说悄悄话 哈哈哈哈 说悄悄话 因为这个奶奶要跟我婆婆买被子 订好了时间 所以给她们留个电话 他们平时都不会电话 我给这个婆婆把手机号码存到手机里面了 就怕她到时候不会倒 然后再给她写个 又要呴啦 又要呴啦 那吶 不要 呴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